向队林书一上场带打,做敲出超前分数的三磊安打,成球队赢球大功臣,记者廖耀东社,记者罗志鹏台中报道,中信兄弟24岁年轻小将林书一,昨天对统一师之战的打敲出两分,打点三磊安打,冲上三磊战壁高呼,经典画面也让他登上报纸版面,他说,打棒球以来,我从没这么激动过, 我妈还特别去捡报,从小打球到大,只要我有上报,她都会买报纸剪下来收藏。 林书一原本就读高雄师湖国小,三四年级他是羽球校队,爱打棒累球的爸爸认为,打羽球前途不好,五年级转学到古言国小参加棒球队,曾仁汉是他的学弟,曾仁汉的姐姐曾琪则是大他一姐的学姐。 古言少棒,物浮青少棒,男音轻棒林书一内外野兼修,是不折不扣的工具人,到了文化大学因内野人才积极,他专职外野手。 林书一说,那时候文化打者太强了,有王博荣,苏智杰,朱玉贤,詹子贤和郑凯文,我是安打,速度型打者。 大学四年期间林书一打四届甲组成棒春季联赛,其中三次打几率破四成,但始终是国手绝缘体,让他有些失落。 服役期间他在实力较弱的国训白队,这次他一防二、三类精英球员则在国训栏。 林书一说,很感谢当时国训白教练庄志伟的指导,并安排他打中心棒次,让他长达火力逐渐释放,不再只是短枪型打者。 2016年林书一原本要到台店打球,后来在中止选秀报名截止前一刻决定挑战,中信兄弟以第五轮齿名选进,签约金230万元。 去年他在兄弟二军多半旁中心棒次,内外野兜手,打击帅高达3成73,外带一轰9到34打点。 今年开季林书一并挤进26人名单,昨天带打力大功,今天先发出赛。 前年9月11日兄弟陈浩然九局下败打敲出关键安打,帮助球队以3比2击败桃源或搬家盟终止五年来首座单场。 MVP赛后落泪并高喊,我要让各位球迷知道,我叫陈浩然。 这番感言不止球迷印象深刻,连选手、教练都很难忘。 林书一和陈浩然状况类似,都不是黄山军绝对先发主力。 阵容必须比其他选手更努力,拼命才能占有一席之地。 林书一说,我对陈浩然学长当时MVP感言印象深刻,看了觉得很感动。 他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于速度、技巧率高且确实希望能把握每一次上场机会,努力留在一军。